就这样 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吊在半空中的竹子艺术品 心情似乎真的平静了不少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这一次就展示了很多 用竹子做成的用品 让人眼前一亮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展览 很多就是跟生活结合的一些东西 像我们有展出竹的灯 竹的椅 这些都是将竹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你没看错 这是用竹子做成的脚踏车 台湾这家设计公司认为 骑脚踏车固然环保 不过环看市场制作脚踏车 使用的钢铁材料 怎么看怎么想 哪跟环保扯上边了 竹材料可能它是个环保的材料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这个材料结合自行车这个运动 能够真正落实环保这件事情 普通的竹子落在有心人的手里 就能化作唯美的艺术品 更为环保献上一份力 就让我们这些沉溺在繁华都市里的人 享受竹子给我们带来的平静吧